第七十九集 书记上回 揭说这一段射雕英雄传 上回书啊 咱们说到郭靖跟着六位师傅下江南准备比武 行之在离张家口不远的地方 郭靖的马快 骑着小红马呀先去打电投诉 等着六位老师 他一瞧这马呀没少出汗 他想擦着马 没想到啊拿汗尖怎么一抹呀 这汗尖上全是殷红的血迹 再一瞧啊 小红马这个尖上满尖流的都是鲜血 他吓坏了 差点哭了 心了话说哎哟 我也太不懂得心疼这匹马了 不惜马力如此的跑 这匹马呀 生生的让自己给毁了 想到这儿啊 他搂着马脖子呀 不住的不住的慰藏 可这匹小红马啊挺精神 强的意思是精神健忘 全没有半点啊受伤之效 郭靖就盼着三师傅韩宝剧赶紧来 他这个三师傅韩宝剧呀 那是个象马的专家 哎也是一位马术专家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兽医 他治别的动物不行 治马呀没问题 他呢 伸长了脖子 想来路探望 就盼着呀 三师傅赶紧来 忽然间耳畔边就听到一阵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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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悠扬悦耳的托灵之声 你瞧啊 四匹全身雪白的乐图 从大道上急奔而来 每匹乐图上啊 都有这么一个白衣男子 他呢 是在蒙古大草园上长大的 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乐图 要说起这个骆驼呀 那在过去北京常见 哎 北方的也很常见 他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呀 交通运输工具 哎 野驼人那是野驼物 那么这个骆驼呢 北京人说话呢 吃阴吞字 他不念正阴 他念乐图 哎 那么这个骆驼呀 咱们见的棕黄色的毛的多 纯白毛的大骆驼呀 不常见 更何况这个驼队呢 四匹大骆驼呀 全是全身雪白的 而且呢 这个骆驼上 乘骑的这四个白衣男子啊 长得也非常的漂亮 都是啊 二十岁出头年纪 眉清目秀 是塞外罕见的美男子 四个美男子啊 骑着骆驼来到窃进 就跃下了驼背 走进了这个饭店 瞧着 往这个骆驼下一窜的 那个身法呀 都十分的利落 郭靖一瞧 四个人 每个人外边 是一扇的白袍 这脖子这呢 都翻出来一条啊 珍贵的弧球 郭靖没见过这种啊 装素打扮的人 他不禁在瞧着呆了 其中一个白衣人呢 让郭靖看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一阵红韵呢 是涌上脸颊 就低头了 另外一个呢 就向着郭靖怒目而喝 哎 愣小子 你瞧什么 郭靖呢 一惊 赶紧把头啊 就转开了 他就听见呢 这四个人低声说笑 叽叽喳喳 嘻嘻哈哈 隐隐约约的 听见其中一个人呢 笑着说 恭喜恭喜 这傻小子呀 瞧瞧你了 郭靖也知道 他们呢 是在嘲笑自己 不觉得羞愧难当 耳根子都一阵发热 他这正打不定主意是否 自己顺着饭店出去 忽然间听见外边 马挂轮铃声音响 抬头一瞧哟 三师傅韩宝居 骑着那批追风黄啊 已然到了 他赶紧站起身形 抢到饭店外边 接过韩宝居的码头 韩宝居呀 说马上下来 郭靖把这个小红马 肩上出血的事啊 就跟韩宝居说了 韩宝居很好奇 哦 有这等事 走到小红马的旁边啊 在马尖上抹了这么几把 伸手啊 硬在日光下 仔细观桥 这么一分辨不由得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不是血呀 是汗 郭靖一听一愣 汗 红色的汗啊 韩宝居说 静儿 这个呀 是一批千年难逢的汗血 宝马呀 郭靖听说自己的爱马 并没有受伤 也是心花怒放 三师父 怎么这个马 他的汗跟血一样呢 韩宝居说 哎 我还真没见过 可是我曾经听仙师说过 说西域大碗呢 有一种天马 奸上出汗的时候啊 是殷红如雪 泪如叉翅日行千里 然而呢 这毕竟是传说 谁也没见过 我呢 也不得相信 不料今日竟会给你得到了 说话之间呢 柯震恶等人呢 也都赶到了 那么韩宝居呢 就把这个事情跟几位说了 这其中朱聪朱二爷呀 宝读诗书 摇头晃脑的可就说上了 啊 这个事情我知道 在那史记和汉书上 都是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勃勃的 当年 不忘侯张谦出使西域 在大万国二十城 见了汉雪宝马 回来呀 可就奏之了汉武帝了 汉武帝文厅啊 新鲜异常就命使者呀 带着千金的黄金 又铸了一批呀 和真马一边大的金马 就送到了大万国去 就打算换一批呀 汉雪宝马 拿一批呀 金马 跟这个真马一边大的 那么一批金马 去换一批汉雪宝马 可谁知道呢 那个大万国的国王说呀 说二十天马 乃大万国宝 不能送给汉人 这个汉史呢 自居呀 是天朝上国的使者 当时大弄 就在大万王的朝廷上啊 出口无状 就追破了金马 大万王呢 一见汉史无礼 就命人杀死使者 将黄金呢 和金马 都给夺了去了 窝静呢 听到此处 啊了这么一声 后来怎么样啊 就瞧这个朱葱啊 不说 举起碗来 喝了这么一口茶 这不是朱葱 给韩宝剧 郭静等人讲吗 就那四个 骑乐陀的白衣人呢 也侧耳倾听 听得也出神了 就听朱二爷呀 讲这个汉雪宝马的故事 朱二爷 闻闻当当 喝了这么一口茶 说老三 你是羊马的名家 你可知道 那宝马从何而来呀 韩三爷说 呃 我倒是听仙师说过 这个家马呀 和野马交配 而生这种马 哎 不错不错 朱二爷说 据史书上说呀 二十城附近呢 有一座高山 这山上 生有野马 奔跑如飞 根本无法捕捉 这个大挽国的人呢 就生了这么一个妙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王月波演播的 评书版 射雕英雄传 欢迎下载云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到了春天呢 晚上 把这个五色母马呀 放在山下 结果 这个野马 跟那个五色的母马 交配了 生下来的 就是汉血宝马了 京儿 你这匹小红马呀 只怕还是从大万国万里而来的呢 韩小营接着问 二哥 那么汉武帝得不到这个汉血宝马 难道就此 罢手的不成吗 诸二爷说 怎么呢 他怎么肯会罢手呢 当下呀 就发兵数万 命他手下的大将 李广丽统帅的 到这个大万国二十城啊 取马 为了志在必得 还把这李广丽封为二十将军 但是从长安到大万国 西出嘉峪关以后啊 这一路上都是沙漠 无凉无水 途中呢 这个士兵啊 死亡的太多 没等到大万国呢 这个军队啊 十城当中 只剩下三城了 李广丽呢 兵困马乏 一战不力就退回了敦煌 向汉武帝啊 请袁 汉武帝大动 就命使者带着上方舰呢 守在御门关 下着旨意了 说远征兵将 有敢进关者 是一概的斩首 这李广丽呢 进退无路 只得留在敦煌 朱二爷正说着呢 就听着鸵铃悠扬 噔噔噔噔噔 又有四个人呢 骑了四匹白骆驼 来到了饭店门前 从骆驼上下来 郭靖一乔 这四个人呢 也都是身披白袍 井为雕球的美貌少年 俨然跟刚才那四位 是一路的 果不其然 这四位跟先前那四位啊 就坐在一张桌上 要饭 要菜 也是一块吃 朱二爷呢 接着讲 这汉武帝啊 他想了 宝马得不到 还丧了数万士族的性命 岂不是让大万国 看清了我大汉 看清了我这位大汉天子了吗 于是呢 大发边际是一共二十余万人 牛马粮草啊 就不计其数 还怕兵力不足 要下旨令全国犯罪的小力 坠绪 伤人 一概的是从军出征 弄得天下骚燃的 还封了两个著名的马师 做大官 一个官拜驱马效育 一个官拜执马效育 就等破了这个大万国 选取军马 哎呀 老六啊 汉朝的时候是重农轻伤啊 你要是生在啊 汉武帝的时候 可就倒了大霉了 怎么 就得跟着一块啊 去远征大晚劫 犯罪小力 坠绪伤人 这不是一概得从军出征吗 哎 你就得跟着去 可老三行了 老三懂马呀 到那会儿啊 就能官拜驱马效育 执马效育 嘿嘿 他这说着 韩晓英不明白 那么这个坠绪 又犯什么罪了 什么叫坠绪 就是入坠人家 啊 就是娶了这媳妇 不能把这个女的 娶到自己家去 上人家媳妇娘家过 这是上门女婿 叫坠绪 这个有什么犯罪的 诸二爷说 你想啊 要不是贫穷 无告之人 谁肯去做坠绪啊 强征坠绪 去远征啊 这就是欺压穷人啊 那李广丽带了大兵 围攻大腕城 四十余日 杀死大腕兵将无数 这会儿呢 大腕国的中贵人 那可就害了怕了 他们亲自啊 把国王的头 就给斩下来了 是陷头投降 而且呢 陷出了汗血宝马 这下李广丽行了 是凯旋回京 汉武帝大喜 封他为海西侯 这次出征的军官 是各有封赏 你瞧瞧 为了这几匹汉血宝马呀 天下不知死了多少人 耗费了多少钱财 当日呢 这个汉武帝 大雁群臣 还做了这么一首 天马之歌 其歌曰 太一共兮 天马下 陆赤汉兮 抹留者 品荣雨兮 亿万里 金安匹兮 龙于有 这诗什么意思呢 就说 啊 这个 天马呀 流的这个汉 陆赤汉嘛 那个汉呢 是红颜色的 跟血一样 啊 墨留者呢 就是那个 者石的者 咱们 画中国画 您都知道 有这么一种颜料 叫者石 就是红颜色的 哎 那么这种能够 啊 驰骋万里的宝马 只有天上的龙 才配合他做朋友 叫做金安匹兮 龙于有 这八个白衣人呢 听朱二爷说的故事 不住的就转头啊 打量门外的小红马 脸上呢 满都是钦线之色 朱二爷接着说 殊不知 这大腕天马的矫腺 全由野马而来 那么汉武帝 那以请国之力 得了这只几匹啊 汉血宝马 但是 没有二师城 这个外边的高山上的 野马与之交配啊 传了书代啊 也就不怎么神郡了 身上呢 也就渗不出来 红色的汗了 朱二爷啊 此时这个故事 讲完了 七个人呢 是谈谈说说 吃起面条来了 这八个白衣人呢 也是敲声的议论 柯震恶呀 耳朵机灵 虽然说双方座位 离着比较远 但是他听这八个人 商量的事 听得是清清楚楚 就听其中一个人说呀 要动手啊 马上就干 要是给他上了马 怎么还追得上啊 另外一个人说 这人多呀 何况他又有同伴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人说 他们敢来拦阻啊 就一起杀了 呦 柯震恶一听 这八个女子 怎的如此狠毒啊 当下呢 他是丝毫不动声色 自管稀了呼噜的吃面 又听一个人说 咱们把这宝马呀 献给少主 他骑了那上京 那就啊 更加的大大露脸了 叫什么身仙老怪 也灵智上人 他们再也成不了威风 柯震恶一听 灵智上人 我听说过 知道 他是西藏密宗的著名人物 有一首绝活叫大手印 凭着这个武功啊 是驰鸣西南 这个身仙老怪 却不知是何等样的人物 又听这八个人里的一个人说 说前几天呢 在道上 撞见了不少黑道上的家伙 都是牵手人图 彭连虎的手下 他们也必都是去京里边聚会的 这批好马呀 要是给他们撞见了 还有咱们的份儿吗 柯震恶闻听此话 心中一灵 他知道 彭连虎是河北山西一带的汉匪 手下楼落甚多 声势浩大 这个人呢 行势毒辣 杀人如麻 所以绰号 叫牵手人图 他想 这些厉害的家伙 到京里边聚会是干什么的 这八个女的又是什么来头呢 就听见他们低声啊 商量了一阵 决定啊 先出这个阵地 然后呢 在半路上拦截下手夺锅镜的宝马 再往后听啊 就听这八个女子叽叽喳喳的 谈的都是些风流之士了 什么少主啊 最喜欢你 什么少主啊 这会儿一定是在想你了 可这饿呀 可就把眉头皱起来了 甚是不耐 但是这个声音的传到耳朵里头来 却又不能不听 就听一个女的说 说咱们呀 把这匹汉血宝马 拿去献给少主 你猜他会奖赏什么 另外一女的说了 那奖赏什么 就是要你啊 多赔他几万呢 先前说话的这个人呢 娇称不一是起身扭打 八个人叽叽嘎嘎 就笑成了一团 其中有一个人说 别打了别打了 大家别太放肆了 小心的露了形状 对方看来啊 也不是好相遇的 又一个女的说 你看 那个女的身上带剑 肯定会舞 生的还挺顺的 要是年轻十几岁啊 少主见了 不害相思病才怪呢 柯震恶一听 他说的是韩笑营 不由得柯大爷 心中怒气勃发 他们口口声声 说着这个少主 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方看来啊 不过来啊 对方看来啊 我应该说是韩笑营 感谢观看